B站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刘建青老师 欢迎大家回到犯罪心理学课堂 我们共同来探讨犯罪人的内心事件 有人说人的内心有天使也有魔鬼 对此你相信吗? 至少在西方的宗教故事里是有的 曾经是天使的大队长 因为对权威的不满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造访 最后他被战败了 打下了地狱 变成了魔鬼的化身 这个天使大队长就是西方宗教人物 卢西法 卢西法效应就是天使变成魔鬼的个人 这个现象在人世间是否真实的存在 如果有 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 电极实验 如果有人让你去硬高电压电极一个陌生人 仅仅因为他在学习中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 你会吗? 可能不会吧 但真实情况呢? 是如何? 20世纪60年代 美国耶鲁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叫米尔格拉姆 就做过这样一个很有争议的电极实验 首先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实验呢? 他是犹太人心理学家 大家知道在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犹太人被有计划系统的屠杀了600万人 这就是所谓的整株清洗 最真解决方案的执行者 是被称为犹太人屠夫的艾希曼 战后 以色列情报特工摩萨德 经过艰苦逐绝的15年的追查 1960年的时候 在巴西将艾希曼抓获 并秘密的偷运回国 公开审判 全程直播 在审判当中 艾希曼不停的辩解说 我只是在咨询命令 最后他被判处死刑 大家原本以为这样一个屠夫一样的人 肯定是满脸横露 面目猙獰 其实不是 他有一张很平常的脸 一名犹太人记者阿伦特 全程盘听了法庭审判 他在详细的收集资料之后 写成了一本轰动一时的书 平庸的恶 在这样的实在背景中 同为犹太人的米尔格拉姆 向耶鲁大学申请了 一笔三万美元的科研经费 研究是什么样的人 在什么样的情形下 会变成这样违反道德的人 1963年开始正式实验 在社会各阶层当中 招募了40名被试 他们每人可以获得4.5美元的报酬 在实验前告诉这些被试 这是进行联想记忆的实验 在实验当中要进行电击惩罚 以检验惩罚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学生每错一次 电击的强度随之就会提升一档 然后在前面的实验台上 明显的标示出有30档的电击位 成15伏到450伏 电击分别标示出三组 轻微电击组 真等电击组和高压危险电击组 在配对学习中 真正的被试都是担任老师的角色 而实验助手是扮演学生 在实验当中 被试真切地以为自己实施了电击 因为看到了被试痛苦的反应 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电击 因为被电击的学生都是实验助手 他们故意回答错误 并假装自己被电击了 做出各种各样的痛苦表现 在实验之前 请精神病专家 学生和社会人士做过预测 就是在这样的实验当中 会有多少人去实施电击 会实施多大程度的电击 调查的结果是 只有1-3%的人会实施高电压电击 就是说40个被试当中最多只有1.2个人 会以高电压来电击对方 而实验的结果呢 几乎80%的人施施了300伏以上的电击 65%的人施施了最高等级450伏的电击 就是40个被试当中有26个人施施了最高等级的电击 当然在实验的后面阶段 被试都有高度紧张焦虑的反应 往往在这个时候 主事就会发出命令 说自信下去 必须这样做下去 我们的实验才有意义 这样将近三分之二的人 施施了最高等级的电击 在耶鲁大学的答案记录当中 类似的实验有24项 还做过不少的 他们都有60%以上的被试浮沉了电击命令 当然在不同的实验情境设置当中 实验结果有所差异 比如说这个发出命令者 如果是以正式的身份穿作制服 很像正式大学的研究者的样子 那么被试的浮沉是比较高 而如果命令者是随意的非正式的样子 被试的浮沉率就明显下降 如果被试以电话的方式来发出命令的话 只有21%的浮沉比例 如果被试和学生分别在不同的房间里 比如说这个被试在隔壁的房间里 看不到听不到学生的痛苦反应 会有93%的浮沉比例 很高的 这个实验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有两点 第一 权威的力量很强大 它会对抗人理道德 甚至于基本的同情心 第二 特定情境的力量 大于行为人已经建立起了的人格和信仰系统 情境的力量很大 当然在违反道德而复诚时 行为人会有紧张焦虑 这么一些痛苦的反应 而且在多年之后的更新调查表明 只有1%的被试后会在实验中惦记了没有任何恩怨的陌生人 99%的被试非常肯定的认为 这是科学研究所必须的 在这里大家是不是联想到2003年英美邻军的军人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战俘的事件 是的 那就是在军官犯人默许的潜规则下无条件赋成的行为 是一种仇恨的宣泄 同样是一种罪恶 只不过这不是实验时的模拟情境 而是真实的丑陋和罪行 在上个世纪70年代 有一个社会心理学家 叫做菲利普金巴多 他是上面这个实验主室的中学同学 也是在耶鲁大学的同事 他在70年的时候还不太著名 他就突发情想 他说我能不能做一个实验 来证明在特定的情境下 是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一个人的行为 这就是金巴多所做的监狱实验 他想证明 人们在模拟的监狱当中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他在史丹夫大学的心理系 闲置的地下室里面 改造了一个模拟监狱 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三间房间 很像当时美国的普通牢房 实验向社会招募了18名被试 他们每个人可以获得 每天15美元的报酬 计划要做14天的实验 也就是说如果任务完成的话 他们每个人可以得到210美元的报酬 在当时来说 这个是个很丰厚的报酬 实验以模拟逮捕程序开始 就穿着制服的警察 开着警车 到被试的住所 单面宣读逮捕令 然后戴上手铐 戴上球车 带走 到了实验室之后 他们随机被分成两组 一组是当预警 他们可以穿上警服 拿着警棍 另外一组呢 当罪犯 穿着球服 实验的规则很简单 就是你们按照各自的角色形式 完成14天的模拟任务就可以了 开始大家觉得 这是像做游戏一样啊 很好玩 也没什么压力 没有想到 第一天就有了麻烦 预警开始啊 就按照警察的规则来行事 开始训这罪犯啊 用警棍笔话做啊 说一些很难听的话 你们不听话 就没有你们好果子吃 然后说你们要安时睡觉 要安时起床 用这个警棍 正正的敲打这个铁门 罪犯很想啊 这怎么还来真格的 心里有些怨气 有一些骂骂咧咧的 有一些言语上的冲突 第二天早晨 有几个所谓的罪犯 没有安时起床 那么预警棍啊 就是来真格的 严厉的训斥他们 教训他们 惩罚他们 你们要做运动 做事活成 命令他们成不去清扫卫生间 那么在这种怒骂推散中 产生了肢体冲突 第三天呢 暴力作难升级 罪犯们感觉到 怎么受他们欺负做个实验啊 他们是有特权 所以我们自己要团结起来来对抗他 并马上做出反击 他们试制了个情境 把两个警察叫到这个自己的监手来 给他们套上头套 打了这两个警察 那么有人反击的这个暴力行为 到了第五天 双方升级为有组织性的 更加严重的暴力 预警和罪犯都实施了计划的袭击 欧打和纵火行为 预警认为啊 我们在实行权力管理 要惩罚他们 罪犯人认为啊 是为了保护自己 找回真援 奋力反抗 暴力发展到已经非常严重 甚至可能危机生命了 在实验第六天的时候 学校来来了一个考察参观的 他们听说有这么个实验 很好奇 就来看看 一看发现不对劲 实验针有这么危险的情况 这样做下去是会出了命的 所以建议啊 这个实验不能再做下去 会很危险 其中极力的劝阻者 就是金巴多后来的妻子 幸好啊 这个实验主持者 金巴多听成了这个建议 同时他也觉得 这个实验目的达到了 就争执了这个实验 后来他就才有可能成为 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 这个监狱实验的结论是什么了 也有两点 在规则的驱使下 爵士的认同很容易发生 在随机分组的情况下 很快形成了警察的心态 和罪犯的心态 就我们是警察 我有权利按照警察规则行事 另外一组呢 就我们是罪犯 我们就要反抗 我们才能生存下去 第二点 情境的感染力很大 哪怕是模拟的监狱环境 也很快能造就出对抗冲突的氛围 从言语的冲突 到肢体的冲突 再到有计划的暴力冲突 发展很快 其中的人际冲突进展也很快 分成了内群体和外群体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中体现出某些 领导者 组织者的作用 有起控制作用的 有浮沉的 有承证的 这样他们各自获得了群体内的权力感 安全感和归宿感 这些结认呢 得到社会心理学界的普遍认同 认为很可信 这个实验还多次拍成了纪录片和电影 名字就叫做死亡实验 2004年的时候 作为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 金巴多还用美国司法部门的邀请 成为了2003年 美军虐穷事件审判的专家证人 我们知道 犯罪行为有单独实施的 也有共同犯罪的 大家认为 你要去犯罪的话 你会采用什么样的形式啊 一般认为我单独犯罪 我不用受别人的制约 我自己能控制自己 如果共同犯罪的话 那可说不准 另外一个人可能把你交代了 除了共同犯罪目的的吸引之外 是什么力量把他们聚在一起去犯罪了 其中就有群体凝聚力的作用 比如在团伙犯罪当中 它是怎么体现的呢 团伙犯罪是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犯罪形态 青少年犯罪70%都是团伙犯罪 他们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是出于共同的兴趣或者相似的遭遇 混在一起 但是其中一旦出现 越轨或者犯罪行为的时候 团体的影响力就发挥作用了 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 比如同伴受到了欺负 就要去报仇 对吧 要去打架 打架就要一起上 有难同当 有富同享 每期明曰 为朋友两肋插刀 这是团伙规则和潜规则的作用 当然其中就有这个团伙的阻范 在里面所发挥的阻折控制作用 第二点呢 叫城镇心理 比如说在不良团伙当中 大家想一起去玩吧 去玩游戏 可是没钱了 怎么办了 有人提出 我们去偷那个工地上的财物 来换钱玩 如果其他人都赞成的话 深处其争的你会怎么选择了 不去的话 意味着要离开这个团伙 对吧 去的话就是没法犯罪 在这个时候 城镇的心理就会发挥作用了 大家一起去 反正也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坏事 升级版的团伙犯罪是什么了 就是有组织犯罪 在其中有什么表现呢 比如说黑手党 这种最高级别的犯罪组织争 黑手党 原来是意大利西西岛上的民众 为了保护行业的利益 而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 后来演化为了 以极端暴力为特征的 高度组织化的犯罪组织 在19世纪的时候 他随着欧洲向美国的大移民 建立起了以纽约为真心的犯罪系统 实际上他们也参与了很多联邦调查局的 许多罪恶的事件 后来在联邦调查局收买内心的轨迹下 将这个组织摧毁 黑手党犯罪的恶民远扬 但它的运作效率很高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十大帮规的保证 比如说命令第一 负责命令是绝对的要求 第二要真正帮火的认命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军队的组织形式 实际上黑社会组织的组织管理 在某些方面是要胜过一般军事化管理的 比如说在奖惩规则里面 是非常严格 甚至是非常严厉的 具体来说 有组织犯罪心理也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叫做无条件服从 犯罪组织当中有明确的奖惩规则和等级规定 而且犯罪首领的意志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不能挑战的 这样来保证犯罪利益的最大化 这是它唯一的一个目标 犯罪利益最大化 第二犯罪成员对犯罪组织有归属感 浓郁感比如说在黑手党中戴礼帽穿风衣 手拿AK-47这是一种浓郁的标识砖瓣 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群体犯罪 他们不是共同犯罪 且同样有着严重的破坏性 这就是集群行为 这么多人在情绪的干扰下 发泄怨恨 圈泄不满 这么一种破坏行为 他们往往是很多人被某个事件所吸引 聚集在一起 在狂热的情绪和行为的感染下 爆发出一种疯狂的破坏行为 比如说 球迷闹事事件 就是他的早期代表 大家可能还记得 2020年5月 发生在美国的这起骚乱事件 一名黑人弗洛伊德 因为被白人警察暴力之法而致死 引发了许多做的一开始的抗议 到后来的烧乱 实际上这个事件在最初的时候 是一个鸡群事件 后面引发为有主折的暴力犯罪的事态 在鸡群行为当中体现出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 群体的意志 我们一个人在单独的时候 是有自己的个性的 在激动的群体当中 个性会被淹没掉 体现出来的是群体的意志 就这好像是大家的想法 大家的行为 又不是我一个人的行为 这就是社会心理学当中所说的 叫去个性化 就好像一个人跳入了 惊涛骇难的洪水之争 不能自我控制一样 第二 会伴随着疯狂的举动 深处其中的个体 会表现出比平常 更为疯狂的破坏行为 假如说某个个体 在平常当中被压抑的越久 那么他在这种行为当中 是越是疯狂的 他反正认为 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这就是所谓的 叫责任扩散心理 这次的疯狂行为 是绝对的非理性 比如说 在足球比赛当中 败北一方的球迷 如果其中一人 起身来骂裁判 或者扔瓶子的话 其他的球迷 就会自动的纷纷效仿 仿佛这是在压力下 统一行动的规则 社会心理学把这个称为叫 紧急规范驱动 是非理性的一种表现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 通过电极试验 模拟监狱试验 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弱点 我们的内心确实会发生天使和魔鬼的战争 在浮沉压力和特定情境当中 真实的展现出来 这种卢西法效应 真切的体现在团伙犯罪 有组织犯罪和激情行为当中 第一 个体存在着对权威 无条件服从的心理 第二 特定的情境 对行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承证 也仅是着现代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 在社会文明进程当中 在个体行为的塑造当中 有两样东西是至关重要的 外在的是要有善良的制度规范 我们不要恶法 我们需要善法 而内在的呢 要时刻保持着人类的理性 尤其是在出现正大的情绪 在出现事件的时候 要有理性的警觉 这样我们才不会误入歧途 才不会走向集体的疯狂 大家认为在你自己的身边 有没有遇到这种浮沉 或者城镇的心理现象呢? 欢迎大家来到留言区留言 我们共同来探讨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